金陶轉回到國內 台北市大直街公寓下線 就在建岸工地傳出巨響之後 二樓瞬間變成一樓 警銷緊急疏散 367人 金線13秒 名宅塌線 現場所有人緊急往後撤 名宅塌線之後 不時傳出重物掉落聲響 住戶處理的範圍再拉大 抱著小孩背著書包 只帶著重要的證件 其他根本沒有時間多整理 一家人倉皇離開 小孩似乎是從睡夢中被叫醒 哭泣看著忽然發生的狀況 還有一家 緊緊抱著熟睡的孩子 生怕吵醒他 另外一手拿著最愛的娃娃 趕快離開 還有這家人爸爸媽媽中間夾著小孩 機車前座還有愛犬一個都不能少 簡單收拾家當逃離傾斜不能再帶的家 有住戶真的氣炸了 房屋傾斜不是突然發生 早就已經陳情反應 卻求助我們 鑑定結果市政府說沒有結構問題 請我們住戶自己去找兩家建設公司協調 然後既在建設說責任不在於他 聖德不說責任也不在於他 我們住戶就站在中間 求助無門 講到眼眶都紅了 畢竟住了這麼久的家 怎麼說他救他了 大家該怎麼辦 現場撤離一百九十七戶三百六十七人 其中協助安置三百二十九人 台北市大直發生嚴重的民宅坍塌情況 早在七號傍晚出現異狀 七點工地發生巨響開始疏散 八點半左右警銷人員緊急再疏散住戶 晚上十點四十九分民宅下線 隔不到一小時 現場工地又傳出巨響 因此緊急切斷水電瓦斯 大直民宅傾斜後進行區域管制 還有人為了拿小孩的健保卡 差點與警銷起衝突 會這麼激動是因為志一離開 能不能再進去收拾物品都還是問號 但看著心愛的家變成絕戶模樣 真的是回不去了 TV的新聞 總共報導 大直民宅倒塌之後 附近住戶上百戶被撤離 半夜還緊急被斷水斷電 今天一早有民眾想回來拿東西 看到二三十年的房子就這樣沒了 男人沒誰 你看這個斜掉了嘛 路路續續一直就掉了 在剛剛大概七點的時候 聽到一聲巨響 然後大樓震動了一下 晚上七八點回到家 看到住家外不大對勁 九陽不斷家樓 有的話請看頭不來 七號半夜十一點多 被臨時通知斷水斷電 連行李都來不及打包 就得通通撤離 家的人不確認 都出來 可是我手機都沒拿 手機也沒拿 有民眾緊急想回家 拿孩子的健保卡也被攔下 民眾又氣又無奈 報一早不少受災戶趕回現場 想拿點重要物品 所有東西都不能拿 我們是隔壁動的 就是怕被他們拖累這樣子 所以昨天我們全部撤離 房子掉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被撤離的 十八當下沒人來得及通知 還有這位受災戶 呂阿姨 住在94巷後半段 晚上九點多 接到撤離通知 家中一樣被停水停電 三個孩子原先都睡了 也趕緊被叫起床 小朋友聽到也緊急的大喊 房子要倒了 很緊張 因為大家 我們還有小朋友 他們都在睡覺了 就趕快叫他們起床了 趕快要離開了 儘管不是傾斜受災第一排 但看著自己的KK處 可能受到影響 不只雞皮疙瘩 眼眶也泛起淚水 我們77年出了現在 三四五年了 難怪他們倉房的走了 我在看他們房間 我就知道他們倉房的走 民眾擔心周遭一百戶地基 連帶影響 附近房價未來也會受影響 北市府預估三天後會再通知 住戶回來拿物品 就責問題也會協助民眾求償 律師也說除了民事求償 也能跟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讓北市府進行列管 甚至直接勒令停工 TVB的新聞新聞小明星台報導 不過講到房子 尤其是房價持續飆漲的狀態 不挑選價格相對親民的老屋 也漸漸成為了購物的趨勢 根據內建部最新公布 2022年底全國平均的住宅數 雖然整體的住戶 大致呈現平衡狀態 但仔細一看 上市在台北這個地區 平均屋齡就是36.97年 是六都當中最老的 很常人的背後是一個衛浴 廁所 對 這邊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那有一個中島的設計 那這邊配備一個歐化的廚具 開闊的空間配置 搭上乾淨整齊的新裝潢 這間可以彈性使用的多功能空間 室內約30坪左右而其實 裡面重新整理過了 看不太出來 不過其實這一棟大樓 它的年紀已經快要50歲了 放眼整個台北市 其實老宅的比例真的是很高 超過50年的房子比例 可是就高達了13.7% 超過30年的房子 更是有70% 把時間拉長來看 在過去10年時間 台北50年以上老宅 增加了2.65倍 以老宅主要分布來說 就是以台北 高雄 以及台南 為老宅最多的三個直轄市 放眼全台50年以上的老屋 在2022年底也爬升到了101.17萬宅 等於10年來多了1.08倍 進一步讓低效能老屋住宅供給量變大 老屋的狀況現在其實非常嚴重 因為台北市發展得比較快 所以它實施建管以後 它的那個老屋的比例 應該是算全台最高的 老屋一定就是結構上比較差 也會居住品質也比較差 漏水問題都是很常見的 而全台老屋的數量也進一步影響供需平衡 攤開內政部資料 2022年底全國共有908.9萬戶 跟2013年底的828.6萬戶比起來 成長了9.69% 而住宅數上則是近10年來增加了90.6萬宅 增幅約11.1% 目前平均每戶住宅數為一宅 住宅供需大致是呈現平衡狀態 但是若是扣除了不易維修 不宜居的50年以上老宅 2022年底全國住宅戶數比 是來到了0.89 相較於2013年的0.93 住宅供需不足有擴大現象 戶數跟住宅數看似平衡 但事實上它的一個供給跟需求是失衡的 最主要是因為城鄉的發展是有明顯的差異的 所以在偏鄉它雖然有一些老舊的房子 甚至有一些供給 但事實上因為周邊的就業機會不夠 產業不夠發達 對於年輕人他們想要就業或成家 同時去平衡他們的一個居住需求 就會有失衡的狀況 不過老屋雖然老 也不是所有老屋都只剩下重建的命運 除了重建以外 整建以及維護兩種方式 則是在現有的居住條件 還有鄰里社區社會關係下 以較不費時及影響較小的前提下所進行 老屋這個問題應該不要用一種很單一的一個面向來思考 應該會回到老屋實際上的屋況 以及它所在的一個城市的區位等等 來思考它不同的對應政策 常常欣賞國外有非常多的城市裡面 他們有些老屋老的街區有非常好的品質生活 跟一些景觀的氛圍 那為什麼一談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覺得一定要把老屋或老的社區 一定要把它裁除重建 我覺得就是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 做一個仔細的區分 依照它的物理狀況的條件 然後依照當地的一個街區的未來發展 可以有非常多元的策略來去處理 不管是老宅重建還是老宅活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社會結構的變化 全台老宅樹的未來發展 也是一大重點項目 對新闻鄭盛維成為越台北採訪報導 交通違規會造成許多馬路亂丧 但檢舉達人檢舉頻繁 也會讓悄久不堪其擾 現在里長就跟檢舉達人開戰了 街坊鄰居的車牌 通通蓋上毛巾抹布成了當地奇觀 原來是南投市中心新村居民 怕檢舉達人來找查 不少人已連收好幾張罰單 記得找意願告狀 警察現在開罰是這樣嘛 騎樓內OK嘛 騎樓外部OK嘛 但是騎樓本身太短 它不符合現在的使用 也就是說現在的車子車輛都比較長 那屁股就會痛喘 屁股痛喘就到人情道上 通到人情道上檢舉達人 一檢舉我們警察就過來開罰 高雄市三民區同樣有檢舉達人 不滿圍庭亂象 狂打110檢舉 讓居民憤兒找上里長 透過廣播系統向檢舉達人喊話 在維持交通安全和居民權益之間 警察執法面臨兩難 部分被檢舉的車主也有苦難言 像是這一位每天出門討生活的小黃問獎 有時賺的車資還不夠繳罰單 檢舉達人盯上的還有這一處 位於台北市內湖區檀美街 新明路321項交叉口被檢舉的車主就覺得很冤 這右邊一般都是工廠 所以會停有貨車 假設從台美街有車輛轉進來 要到新明路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踩到這個雙黃線 說遲遲那時快剛好有一台貨車 為了閃避右側的路邊停車 被迫壓上雙黃線違規 里長邱麗玲表示該區屬於老舊社區 也因為巷弄狹窄停車位不足 里民被檢舉的情況相當普遍 我們整個新明路上為了交通順暢 又取消了一些的這個停車格 巷弄裡面也沒有停車場 所以大家就是看誰厲害 誰先回到家先搶到位置 當然那個轉彎的地方 有些逼不得已就停了 如果是在巷弄內的話 他常常寬度是不夠 所以是沒有辦法畫的 那我們目前的解決方法呢 我們會在那個路邊可以畫色的地方 會盡量畫色停車格 那現在我們也有積極的 就是利用基林地來 披建那個路外的停車場 那另外如果說各機關有那個改建的話 我們也會是盡量的參見 為了改變交通亂象 洗刷行人地獄惡民 現在交通違規可檢舉項目 正面表列的多達46項 包括不依順行方向臨時停車 汽車裝載貨物不穩妥 倒車前為顯示倒車燈光 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或行人等等 都可以開罰 台北市警察局統計 2013年1月到7月 警方光受理民眾檢舉的交通違規就來到74萬 1015件對照去年同期的50萬4979件 暴增23萬6042件 年成長近50% 交通大隊提醒7月起又新增了13項可檢舉項目 民眾要多加留意 基本上我們依據倒路交通安全規則的話 人行道和騎樓它都是禁止臨時停車和停車 但是例外的狀況的話 像對面那個有看到汽車停放在那邊 那那邊可能就是屬於私人土地的範圍 那私人土地它就不適用我們倒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檢舉達人不合理的舉報 讓車主恨得牙癢癢 但也有一派看法認為不貪圖衣食方便就不會違規 法理勤與勤理法的衝突 恐怕人會在大街小巷持續上演 TVB的新聞羅氏鵬 戴源麗台北報導 人類銀行發現過去餐飲業兼職跟正職的比例大約是6比4 不過今年第一季已經反轉成為4比6 也就是正職人員現在比兼職人員還要多 加入抹茶粉 攪拌 倒入咖啡 牛奶製作出一杯抹茶咖啡 雙麒麟機壓出抹茶搭配芒果口味 口感清爽 濃濃 大人味 開在捷運站出口 屬於淡水一級站區 足景不便宜 看準的是役后觀光商機 來遊玩淡水的民眾 藉著這裡的山水河畔 那可以有一個喝抹茶的地方 丑玉如是這間連鎖抹茶店的主管 從事餐飲業八年 一開始是從實習生開始做起 本身其實我滿喜歡抹茶的 而且我滿喜歡吃甜點 所以才會進來這個餐飲業 我覺得看到客人吃到我自己做的甜點 或是抹茶的飲料 那看到客人滿足的樣子 是我比較期待的 在過去餐飲業經常與低薪與不穩定畫上等號 現在服務業面臨史上最嚴重缺功 讓餐飲業者不得不想盡方法搶財 正職與兼職人員的佔比的話是5比5 而是希望以正職為主 那兼職人員為福 作為未來的營業的營業防針 各大餐飲業的艇 他們都想要繼續的擴墊 因為疫情過了 其實餐飲業的業績是有復蘇的 所以會是希望 針對正職人員來做培育 業者發現兼職人員更難找樂 尤其打工族 對於工作的選擇 不再以服務業為悠閒考量 現在有另外行業心理叫做外送行業 對 那外送行業 對於現在的年輕族群來講 或是一些抗壓性比較低的族群來講 他們會覺得我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我可以不用看主管的臉色 然後我也可以自己調配時間 所以他們情願去做外送行業 人力銀行也發現過去餐飲業 兼職與正職比例16比4 2019年出現黃金交叉 正職比例超越兼職 今年第一季直接反轉成4比6 餐飲的連鎖店或飲料店 他們在東南亞或新南向的布局上面 會需要更多的店長 國內外的店長的人才需求 依然是做長遠的布局 所以因此在正職人員的人才需求上面 在展店的計畫之下 他們就需要更多的正職人員 內需產業熱擴大經營規模 需要更多正職員工投入 相較之下兼職流動率高 反而付出更多人力成本 兼職人員大部分都是學生 所以學生的離職率流動率也比較高 那不利於人才培育 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這種餐飲業或零收業 他們其實因為營收大量減少 所以他們不得不去做這個縮編 尤其像餐飲業這種 他們過去用的比較多的這個 非正職勞工 疫情期間 當你這個衝擊的時候 首要被面臨裁員命運的就是這些 一些非正職的partime員工 當這個去年10月疫情趨緩 然後這些餐飲業開始又因為生意又恢復了 那客人又上門 所以他們又開始要大量的來招募人員 這個時候很多零 餐飲業的這個老闆發現 他們要招募變得比疫情前要困難 這是從雇主的角度來看 但對於受雇人員來說 正職排班可以正常化 薪資福利穩定 也是餐飲從業人員選擇應徵正職的原因 如果是pt來說 那其實一樣會有所謂的紅字會有double 正職來說 他除了該有的年假以外 他還有額外的紅 國金假日會再放假 那我們還會有這三節獎金 那升遷的話 其實基本上以我們公司來說 大概一年左右就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部分連鎖型的餐飲集團 他們因為比較有財力 所以他們可以採取加薪的這個措施 來吸引一些人 那當你採取加薪的時候 其實吸引來的就是 期待能夠穩定就業的這個正職勞工 雖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 哪裡薪資福利誘人 就比較有機會吸引履歷 服務業缺工潮還沒趨緩 業者勢必面臨調整招募策略的壓力 TVBS新聞 林亞南王會與新北採訪報導 體內士氣重會影響到身體代謝 只是要怎麼判斷這濕氣重呢 算是油光滿面 或是容易疲勞體態浮腫卻又食慾不振 都可能是濕氣重的健壯 喝水真的會變胖嗎 其實純水是沒有任何熱量的 無添加物的純水的話 是不會導致體重上升 因此喝水如果導致體重上升 就要注意喝的是含有熱量的飲品 像是各類含糖飲品 另外健康的天然果汁 牛奶蜂蜜檸檬水等其實也都有熱量 若飲食沒有控制住或是比較少運動的話 就有可能導致體重上升 喝水導致體重增加 有可能是你的器官已經出問題了 我們知道身體過多的水分以及毒素 是由腎臟 精油尿液排出 如果你的腎臟出問題 就會導致體內過多水分以及毒素的累積 那就會導致體內積水或是體表水腫 另外像是一些心臟或是肝臟的問題 比如說心衰節 肝硬化也有可能導致體內積水 或體表水腫 所以如果你的體重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 很有可能不是肥胖的問題 而是你的心肝腎出狀況 有人覺得自己是易胖體質 喝水就會胖 也有人認為濕激重會導致肥胖 實際上肥胖是因為攝取過多消耗太少 導致熱量以脂肪的形式堆積在體內形成肥胖 除了飲食和身體活動的因素外 也受到基因 心理健康和外在環境等因素的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肥胖是一種慢性疾病 比起健康人 肥胖者發生糖尿病及血脂異常的風險超過三倍 發生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及痛風也有兩倍的風險 當肥胖者減少5%以上體重 就可以為健康帶來許多益處 高血壓 糖尿病等與肥胖相關疾病就可改善 每天減少攝取300到500大卡熱量 同時增加體能活動多消耗200大卡 就可以每週減重約0.5公斤 減重最重要的是飲食控制和增加身體活動 飲食需秉持著三多三少的原則 也就是多喝水 多吃蔬果 多顴骨雜糧 少油 少鹽 少糖 此外 每週累積150分鐘以上中等強度身體活動 如快走 登山健行 騎自行車 健康操 洗車 拖地 整理 庭院等 才能達到減重及健康促進的效果 在這種炎熱夏天 我們建議要維持足夠的水分補充 避免脫水 因為我們知道水分能夠維持身體正常的新陳代謝 另外在運動建議的方面 建議依照個人作息 選擇清晨或者是傍晚來做運動 一方面除了避免高溫產生的脫水 也能避免紫外線對於皮膚的傷害 濕氣重的人大多比較怕冷 容易手腳冰涼 而怕冷的時候 身體會選擇儲存更多的脂肪來保暖 因此人就會容易變胖 濕氣在中醫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去除 而且容易造成疾病的一個因素 那在中醫的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濕氣可以分為外濕和內濕 那外濕就是因為環境的潮濕或是連續的大雨而導致的 那內濕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飲食或是作息沒有好好的調節 譬如說你餐餐大魚大肉 或是你過度的熬夜 或是你有三高高膽過醇高血壓或是糖尿病等等 台灣因為處在海島型的氣候 再加上我們的飲食習慣 喜歡吃冰品跟冷飲 造成大部分的台灣的民眾身體都會有一些濕氣的存在 也會比較容易有頭暈 或者是會覺得頭重重的精神狀況比較不好 甚至舌胎會比較厚的一些狀況 那在這種時候我們可以藉由最簡單的食療 就是四神湯來幫助我們去除體內的濕氣 專家建議平常可多做運動 保持環境乾燥 減緩身體的濕氣 TVBS新聞花正森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現代人生活壓力比較大 都有潛眠或是失眠的困擾 白噪音因此也越來越受歡迎 被封為失眠救星 很多人睡覺的時候都會聽白噪音來助眠 不過現在醫師就提醒了 千萬不要聽整晚 美容師在臉上按壓不僅達到拉提緊緻效果 還能讓全身更放鬆 尤其在搭配播放的輕音樂白噪音 無可來到這 同時可以達到美容跟紓壓功效 現代人的壓力都跟情緒都比較大 那我們是做美容產業的 所以我們在服務過程中 我們會透過按摩跟精油的休息 來幫他做放鬆 我們有使用白噪音的部分 那現在這個音樂是目前現在很多人會使用的音樂 對於睡眠有很大的幫助 對 就會有那種下 就是也會有一些意境 有那種下雨的感覺 或者是有下雨的味道 雨聲海浪聲成為助眠音樂 不僅成為美容中心的指定音樂 在日常生活中 白噪音也越來越夯 除了睡覺的時候需要聽白噪音來助眠之外呢 現在來看書或者想要放鬆心情 都很適合聽白噪音 根據網路音樂平台指出呢 全球每天收聽白噪音的次數是長達了300萬小時 而像是有創作者上傳下雨的聲音 或者是海浪聲音 以及各種自然音樂的聲音的話 其實都可以獲得超高點擊率 現代人越來越重視睡眠品質 白噪音就成了新的商機 甚至在音樂平台上開始分食主流歌手的市場 音樂平台的報告中 就有一位上傳白噪音到平台上 每天大約有五萬名聽眾 平台每個月就必須支付大約一萬八千美元 大約台幣五十七萬五千元 在過去兩年來 關於白噪音的聲量高達大概一萬兩千比 那其實大概都是在網紅或是KOL 來帶動這個關鍵字的搜尋 那為什麼要聽白噪音 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那一種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放下 它可以讓你放鬆心情 也可以安撫嬰兒 可以讓他入睡 那這些東西就是很多人 為什麼會聽白噪音 也有學生 他在閱讀的時候 他在念書的時候 他也會放白噪音來聽 大家會討論的是說 哪一些白噪音真的能夠幫助你入睡 或是安撫你的心虛 有人說是下雨的聲音 海浪的聲音 拍打的聲音 這些都是比較多人討論的 白噪音其實指的是 在一般人可接受的範圍內 一段頻率不同 但強度保持一致的聲波 像是雨聲風扇等等 甚至也有屏蔽 或者是弱化其他聲音的功效 來安撫神經 達到鎮定舒緩效果 更有國際研究調查發現 成年人聆聽白噪音入睡的速度 加快了38% 另外針對嘈雜醫院重病患者的研究 也證實 戴著耳機聆聽白噪音 有助於改善睡眠品質 所以改善睡眠和減少嬰兒哭鬧之外 也有人會在讀書工作時聽白噪音 來提高效率 甚至也有降低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症狀 但是醫師也提醒 夜晚聽白噪音也得留意時間 不要過長或是太大聲 否則有可能會導致耳朵受損的反效果 就是說你睡覺前的確可以聽一點 聽音樂什麼等等 讓你自己放鬆 不過不太接你整晚聽 因為你整晚聽的話 其實反而會造成前面 所以來講就是說 你的確在睡覺前一個小時可以聽 可是來講的話 你入眠之後不太建議 就是一直持續整晚 一直去聽 因為畢竟這個是白噪音 所以你如果長久這樣子使用 會不會導致說你的耳朵 你的聽力會因為這些噪音 而導致說聽力受損 這個是需要去注意的 在高壓環境下 也許一段平凡無奇的雨聲 海浪聲或是敲打鍵盤的聲音 都能撫慰人心 也讓白噪音的聽眾越來越廣 造就另類商機 TV越新聞 吳俊文 劉俊台北 採訪我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